烈日下揮翰練習的小球員 是台中例行國小的棒球隊選手 不過今天的訓練有點不一樣 是由中職魏群龍球員親自指導 並帶來全新的球衣球具及簽名球 讓小球員們興奮不已 今天來這邊其實除了送球具之外 我們也希望送給他們希望 這些小朋友都有很棒的一個弟子 那很期待他們未來會有很好的表現 台灣基層哨棒球隊20年來銳減進半 基層棒球資源普遍缺乏 未免人才流失與斷層 鼎興和德文教基金會 推動接棒未來公益活動 讓每個對棒球有興趣的孩子 都有更充足的資源與機會 在棒球場上發光發熱 魏英聰先生他在2016年 就推動了接棒未來棒球公益的計劃 那麼由鼎興和德文教基金會 贊助台中以及彰化合計21所學校 那麼給予球衣 球具 裝備 還有開設基層的棒球教育訓練 的課程還有講座 那麼魏英聰先生希望呢 這可以使得台灣棒球的根基 更為的穩固還有這個茁壯 這將使得這個接棒未來 那麼成為台灣這個基層棒球 一個最穩定也是最友善的 陪伴的力量 這些一整身的裝扮都是魏英所提供的 那在這之前我們常說是小朋友都要 用學長的啊對不對 那可能是有一些企業贊助啊 有一些可能衣服破破的重新在整理的 所以我們教練非常的渴難 那魏英國小的棒球隊已經30年了 那也謝謝魏英這三年來 對我們的付出跟指導 那其實小朋友看在眼裡 那也知道說長大之後 也是要擁置於社會 接棒未來在台中的基層 哨棒捐助計畫 三年來 挹注850萬經費扎根基層 今年由魏全榮教練 蘇柏豪與劉姬鴻等球員 擔任公益大使 提供12所學校 6000位小朋友 更友善的棒球教育環境 國家的資源有限 社會的力量才是最大的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 李信和基金會能夠持續的 並不是一兩年 已經過去從四年前 跟我這個配合到現在 完全支持這個基層的棒球 那今天在以例行國小這樣的球隊 其實在國際上的成績 也相當的輝煌 那也代表如宣市長 感謝我們整個鼎心集團 那也特別感謝我們在座 幫忙的校長 對於棒球的支持 那我們希望在這樣子 社會公益的益助之下 可以讓台中的棒球 代代相傳 一棒接著一棒 而且棒棒強棒出擊